好回游鱼类鬼头刀会随着黑潮洋流来到花莲 因此成为了东部的特色鱼产 为了让国人以及都会区消费者知道 花莲区鱼会也特别推荐了鬼头刀料理 因为鱼身的刺相当少 适合家庭老少来使用 花莲区鱼会总干事林俊吉表示 鬼头刀是属于油脂比较少的鱼 无论是简单的酥炸或者是做成三杯料理 都能够让人回味无穷 花莲鱼港主推的鬼头刀远近雌鸣 它的头大背载体型长扁 像一把大刀的特殊外形 加上闪亮酷炫的体型非常具有辨识度 属于大洋性回游鱼类的鬼头刀 性情凶猛 在花莲的产量非常丰盛 因为肉质少油少鱼翅 成为了花莲鱼港主推的特色渔鱼产 农历的话是3月23日 马祖诞成过后 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 这个是它的成绩 然后过后的话 那是还是有 但是量的少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从8月半过后 8月半过后的话 那就到11月份的话 这个也是它的成绩 那再来的话 一样就是淡季 那它每年四季的话都是油 一般来讲 鬼头刀的话 它是属于黑草嘛 那黑草的话 它跟着黑草的话 那在东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就是只有黑草会经过的 那西部的话没有黑草啊 对 所以它经过的话是油黑草嘛 所以才要带进来洋流 才带进来我们沿岸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才主导 对 我们才主导 因为这样 因为它不会说 因为怕说那忽然间 然后没有这个量 然后对 没马退销出去 花蓮有连绵 119公里的海岸线 沿线散布了许多美丽的渔港 值得大家前往探访 并品尝当地盛产的鬼头刀 它也欢迎大家前来花蓮的海岸线 走访渔港 并品尝在地的海鲜料理 记者凌杰 花蓮市采访报道